讲到肺癌 肺小细胞肺癌跟肺癌当中 其实有一些情况是我们常常会触到的 就是说如果你发现到肺部的X光肺炎 出现了一个单颗的肺部的结结要怎么处理 这个处理方式是这样的 如果你在常规的一个电脑断层当中 发现了一个新的结结 那时候呢你一定 如果要看看说它是不是一个 所谓的benight classification pattern 或者是说这两年来呢 其实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 如果它是一个良性的概化病长 或者是这两年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肿瘤大小并没有什么变化 这时候呢你可以 继续的观察 如果没有的话 这个时候呢你要考虑 先看看能不能进行所谓的手术确认 再看看它的心肺功能的状况 是不是可以做手术确认 如果是可以的话 基本上可以做所谓的BETS 所谓的手术确认 然后来确定这个 然后再所谓 用BETS这样的一个 staticicin的手术 来确定肿瘤的一个情况 如果是属于良性的话 就要考虑做所谓的Bectomy 肺液的切除 如果呢 如果 心肺功能并没有办法做 已经不太好 这时候 已经不能做手术的时候 这时候呢 你要评估看看说 是不是所谓的 癌症风险有没有很高 如果癌症风险不高的话 基本上可以每3个A做SCT 如果癌症风险还是很高 这时候 可以考虑做BETS 或者是打 打药的CT 或者是说 做所谓的Transtatic Binetal Aspiration Barbs 如果是在周边的肿瘤 可以主要考虑做成Binetal 或者是 要Bronco Size 出现的话 可以做Bronco Scum 来确定这样的肿瘤是什么情况 讲完肺癌症 后 我们要介绍第二种常见的 肿瘤疾病的介绍就是肝癌 刚才其实是目前 全世界相当常见的肿瘤之一 然后呢 其实肝癌的发生率 不会如此高 其实是跟所谓的肝硬化 B型肝炎 细型肝炎 或酒精性肝硬化 所造成的肝硬化 有相关性 而肝脏肿瘤当中的 肝道癌跟肝蓝癌 也是一个相对 比较少见的肝脏肿瘤 至于我们常常听到肝癌 通常是指的肝细胞 其实它最主要的Risk Factor 就是Underline 肝脏有所谓的肝硬化信息 因为肝HCC的发生率跟所谓的死亡率 以及肝内肝管 肝肝管癌的一个情况是有增加的 所以呢 所以这种情形呢 其实为什么会有增加 是因为肝炎病毒感染的情况 有增加的趋势 那肝癌症的危险 发生肝癌的病人有哪些危险因子 第一个就是肝癌症肝癌 肝后脉性肝炎病人 或者有B型肝炎 细型肝炎 代源者的病人 家族有两个人以上得过肝癌 长期的续酒或服用过量药物 或者是有 饮食当中有黄曲毒素污染 或者有经常输血打针 拔羊 穿尾动 纹身等等 这些都是肝癌的危险因子 肝癌症状 其实早期人员发生肝癌 因为初期的症状 通常更明显 所以很难早期的侦测到 但一旦肝癌的肿瘤逐渐长大 右上部才会产生疼痛 有时候会延伸到背部及肩膀 可能会摸到上腹部有肩膀 腹部有肿脏感 或者是脚脏感 有时候会有发烧而生 或者有肝膀的性肌 肝癌症状基本上可以靠几个方式 因为这也是第一觉來的 helper 经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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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肝功能 肝癌症状 在台湾大概只有不到 只有3分4的病人 肝癌的病患 肝癌症状肝癌症状会有生姿 肌癌症状基本上 逆程度整个血管射影 余蔽现板 立刻症状的一个确定症状的方式 可以看到这就是说就是一个电脑断层 这一是用Dynamic 在肝脏里面出现一个非常巨大的 具有血管阻生 hypervascular的一个 这是一个在左叶有一个非常大的肝癌的细胞 而且已经吃到所谓的农静脉 农静脉的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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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癌的鉴癌的鉴癌 通常要考虑到说 是不是原胞性的肝癌 还是转移性的 特别是说有可能是一些大肠癌 或者是肺癌的肚癌 转移到肝癌 因为有一些良性的肿癌 比如说沟空低到hypervascular 局部节节性的增生 或者是血管瘤或者是腺瘤 都可能很像影像学上 有时候必须要跟肝癌 連发性的肝癌各种区分 因此这个病人在所谓的 右膝 Evriven Venacana 地方做个NAS 它方便到Portofin上也有NAS 所以就是肝癌 侵犯到Portofin上 一直往上面侵犯 下重新的一个重要的Case 对肝癌治疗来讲 最重要的是炎发的治疗 炎发的治疗 炎发的治疗包括 所谓的肝脏的一个手术的切除 所以有些病人不能切除的话 你可以考虑用一些替代的方式 如果病人是属于不能切除 就要考虑说 是不是要有其他一些事例的方式 所以治疗方式基本上是以手术切除 如果换了手术切除 可以用Dae-Tect 用FPA或者放肥治疗来用的方式性质 Dae-Tect 就是说 利用肝癌肝癌IC的高度血管增生的一个肝癌 只要用经济所谓的动脉摄影 让药物送到攻击肝脏肿瘤的肝脏脉 因此再用一些酸塞物质 然后放准胶海绵维密抽筒 把整个肝脏工医的动脉整个塞死 然后让酸塞进去的化毒剂 而以后产生一定的作用 治疗在这种瘤脂肌脂肌 必须要小于公共 小于等于公共 而且数目不可以小于三个 不适合或不愿意开刀的方式 不能复所欲复血的性质 最重要的是肝功能用的区域需要正整 如果是有对嫌疑过敏 肝脏功能不良 能改进来不确实相 马上这些病人战略心怀疑病人 就是肝脏肝脏胜脏肺脏肪脏肢 它的副作用是有發骤、腹痛、肤炸、孔酷 肝脏肝脏肝脏肪脏肝 功能是不良的 沒有鋼外轉移 沒有鋼盤靜脈 鋼盤靜脈或下架式賣鋼盒清盤 沒有頑固性的附水 沒有膽管擴張 沒有觸覺傾向 這些病人都可以考慮做所謂的精疲酒精的注射 但是如果對酒精過敏 有觸覺傾向 難以控制的附水 超音波指引下川氏困難到達的病長 有心肺功能不全 或是三萬人變成不可以實施 精疲酒精的注射 精疲酒精的注射副作用是會造成頭昏 眼部發熱 發紅 甚至感覺到酒的味道 類似酒醉的情形 纖維的傷口疼痛 纖維的發燒 暫時性肝功能的指數增加 皮下血腫 等等 這些都是精疲酒精注射的一個副作用 這是一個精疲酒精注射的一個Case 經過酒精注射以後 你會看到說 它其實有出現手術的 在這個地方 有酒精注射 另外一種治療肝癌的一個手術的替代方式 就是射頻腫瘤剪除數 也就是RF-A Radio Frequency Appellation 它的視頻在是腫瘤直徑小於等於公分 而且數量小於三公分 不適合或不願意可以到病人 腫瘤卸線明顯 體測超音波導引下 探針可以到達的地方 RF-A的經濟證明就是 初學傾下 難以控制的附水 常溫波指引下 穿刺困難到達的病人 限制功能不全或乾位分 副作用就是微傷口或纖維傷口腫痛 纖維發傷 暫時性的功能 乾功能指數生肝和皮下的血腫 這病人是做所謂的 精疲皮 皮下的一個RF-A 你可以發現到說這是一個 局部纖維 乾硬化的病人 局部乾硬化的病人 這是在 RF-A之前的一個病症 這是RF-A之後的病症 腫瘤已經出現壞時的病症 另外除了這些所謂的 局部的一個治療以外 還有一些所謂的標靶治療 特別是有一個藥叫做Nesava 也就是所謂的 Sorafenibur Sorafenibur是一個多靶性的 分子八點藥 最主要是乾癌的細胞 所成為 它的一個訊息傳遞的一個路徑 包括腫瘤生長的一些訊息傳遞路徑 以及腫瘤會刺激 分泌所謂的PDGF 貝打 跟VGF 來刺激周邊的血管增生 成是Angio Genesis 使得血管增生 能夠 血管增生 能供應腫瘤生長 Sorafenibur就是一個這樣的特殊腫瘤 基本上可以去跟針對 所謂的TuneSale 跟所謂的血管內PDGF 同時進行所謂的 訊息傳遞的阻斷 進而可以達到控制 殘腫瘤的問題 這部分等下還會針對各位提供 請看